法会如火如荼的进行 这是彰化百年习俗 送肉粽 拿起草席卷起来 又瞧又大 驱上才能够驱得干净 另一头则是要把篮球架的支撑杆 整个聚下来 一并动就开 队伍经过的地方 住家紧闭门窗 没有人敢出来看人 因为在这个月月六号 一名男子搭公车到彰化路港 在篮球场寻短身亡 许多人因此不敢再去打球 在地公庙决定 在二十七号举行送肉粽一事 路线从篮球场出发 选择偏僻的禁国路 路草路 张宾武路 除了要将死者的物品火化 还要将聚下来的篮球支撑杆 送出来 一定要送肉粽 没有那条红的 会再带人 在这里运动 可以心理放下这个事情 然后把它进化掉 整个送肉粽的仪式 进行了两个半小时 这也是彰化近期一周内 进行了第二场送肉粽 希望能够让民众安心 也发送符咒 给言录的祝福报平安 记者 明镜会 彰化 采访法